就是泰国你只要出家一天都行 两天都行三天都行 一周都行一年都行 只是它有两百二十几个届 其实我当时在韩国出道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我去了差不多两年吧 之后就是团员也解散了 然后后来我又回到泰国 就遇到我现在在汉森娱乐的老板 然后他说有没有兴趣想要去中国拍戏 所以直到有这个机会 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当时其实我觉得最给我鼓励的支柱是我爸妈 我爸妈就是从小就是让我追求我自己的梦想 只要你够努力 只要你开心 你就往前冲 就不要不要去想太多 其实我觉得人生中 你一定要遇到这些挫折 一定要遇到一些失败 不然你就真的很难再爬起来 出家在泰国像是一种习俗 在泰国在二十五岁到二十六岁的时候 就是比较难过的一个年龄 所以我那时候总共出家了四十五天 就是午后不能进食 就整天打住我眼睛 因为本来我是一个比较活泼 比较好动的一个人 这一次的出家也让我心惊我很多 但我自己我会觉得 我就长大了很久 因为要担的责任也特别多 觉得自己像一个男孩 然后走到一个像男人的现在 我很喜欢在舞台上演员 我在舞台上演员 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演戏的时候能够去演绎任何角色 那也是非常享受的事情 因为他的人生经历 可能是我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 经历不到的 其实我挺热爱就是舞台 然后或者是像扫毒的电影 就是有石枪 就是那些我觉得男生嘛 我觉得都会特别的热血 所以我希望能够之后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舞台戏这样 就会让他在一起 感谢观看